就开一个山水 把这个春夏秋冬 这个四档画 画完再好 画个句号吧 今天是最后一档画 冬了 冬去 冬去 这档画是 在这里面 挺好看 这个效果和好了 在四档画里面 所以今天把这档画结束了 这档画有个亮点什么的 这叫柔纸 像冰雪的地方是柔纸画的 后面的树都是肉质画的 房子开始不能肉质画 今天先把那个房子画出来 在上课之前 我先评一下作业 评一下作业以后 再讲这档画的画法 好不好 那个作业 昨天就教了 那个谁 邀为泽 昨天教了 这个秋画得很好 很到位 我看了一下 但是这几个同学 教了作业 这几个同学画得都很好 这个秋挺好看的 是不是 你们教的是不是好看 这个 这档画里面 我欣赏这个 一个下一个秋 春和冬 冬呢 稍微比那个简单一些 颜色单调一些 但是冬也特别好看 冬啊 这个冬顶的雪景 也特别好看 这个秋的内容都复杂一些 这档画画得很到位 很到位 你看那个树 无论是树 染颜色 还有这个山石的称法 都是很到位的 应该说 尤为泽进步太快了 这个啊 挺好 继续努力吧 就这些基本笔法 基本功 还要加强一些 那是慢慢再提高 这个问题了 天月这个 天月这个色彩吧 有地方还是没上来 这个左下角这个山石啊 还压 我想压深它一点 压深一点啊 压深一点 就是这个树枝树干 线条还是有点细担保了 就是啊 其他的还是很不错的 它很不错的 颜色 还是缺少一些厚重感 有地方可以再染一遍 你看这黄色的树 这个树 黄的垫 你可以再染一遍 这个黄色之后吧 你可以染的时候 那个里面调一点 珠标进去 不是关于有藤黄 稍微调一点珠标 调了珠标以后 就再把那个底色 再染一染 染以后 这就可以平涂了 因为上面这个点 重点的地方 已经点过来 你平涂以后 它散去一下 就散开了 这个效果就更好 其他的很不错 那个远山这个云在 云在也还有点担保 云在再厚一点 就好了 都很不错的 画得都很好 历解万岁 这个比较厚重感 就强一点了 你看这个画的 就效果更好一点 黄的万岁 确实非常聪明 物性特别高 他画得特别好 这几年一直跟着学 修的画得很不错 原来那个调频的 春夏修动态 也画得挺好 这个都很不错的 这个学的修处沉进来了 陈生伟这个 这个杂子也是 左下角 就是黑的地方 还有加深 别的都很不错 别的现在不错了 树也是 像这个树干 应该加深一点 让它深突出一下子 所以积墨法 积一点墨就可以了 其他都挺好 不错 这个四个教作业同志 画得确实很到位 像这样画的话 其实才没上手画吧 比春夏修动上手画来说 应该说是好画多了 好画多了 这里就有的 有一个技巧 或者是也有技巧 这边这些笔法 那个笔法呢 你这个吧 还真是要不断的要练 熟练生巧啊 你熟练了以后就好办了 现在就开始 讲这张画 这张画吧 我发稿的时候 那个稿里面呢 我觉得这张画在 工大老年大学 老早以前了 就教过这张画 所以打的格 打的照片 也有格了 有格没关系 你们不要这个格 你可以不用这个格 你要打格的话 也是在横的 横的那个四个 树里四个 你要觉得有地方 不会不把握 你可以把横的打八个 树里打八个 就是一大格 再分的小格 分小细格 我原来打的就打的多 就打八个 横的八个 树的八个 今天呢 我现在这个呢 我就用打的四个格 横的四个 树的四个 主要是 这个房子定位 其他的这个山石啊 这个树啊 高点矮点 大点小点 那都无所谓的事 房子那个定位 也一定要定好了 这个房子 这个特别是 这个下雪的房盖 这个雪的位置 这一定要画好 我 我为了 也得为了 这种时间呢 我把这个房子 大到这边 我都用铅笔 刷刷勾勒一下 勾勒勒勒勒 我现在就开始呢 这个 这个工作程序 一定要记得 用肉质画吧 像这个房子 或者小人 或者这些东西吧 应该是先画出来 先画完以后的肉质 先不能肉质啊 我这个格是这么大 的格啊 我现在把房子画了 现在发房子的这个 第一个呢 就是可以先把那个 花青色呀 先调点淡的花青色 把那个雪呀 这个房子 那个雪的厚度 也画出来 这个用小蓝毫比就可以 或者用小蓝蓝 调一点点木 这个木一定不能多了 先调点那个淡点的 那个花青色 但是不要太浓 这个要注意啊 浓了以后就不好看了 太浅蓝啊 我这几点太浅蓝 用不到一点点 很少一点点就可以 一点点就行 我拿着大白云的笔 那个大白云也行 那个小蓝毫比也可以 小蓝毫比也可以啊 你看我调点那个太浅蓝 太浅蓝调 调一点点啊 这个本来挤的就不多 这个用不多少 最多了就浪费了 我再调一点点墨 墨要特别少 墨要特别少 就调点这个太浅蓝 调点墨 就是花青的颜色啊 你看这个颜色就是花青的色 这个颜色要记了 不能调太深 这点要要注意 调深了以后呢 就是画了就是 这个雪是白的啊 为什么这个雪有点要调的太浅蓝的颜色呢 就是雪下了几天以后吧 这个防盖的雪不是一天下的 头几天下好几天以后 这雪就有点脏了 对吧 所以它有点颜色出来 有点颜色 就这个也表示这个意思 一层一层的 把这雪的层次画出来 那我现在就这个 我再再再调一点墨啊 再稍稍深一点 再调一点墨 调墨的时候一定要加小性 仿佛说啊 这个啥就可以了 这啥就可以了啊 花青色 这就是花青色 比较淡的花青色 比刮一刮水分别太大 水分别太大了啊 好 把这个拿到一边去 现在就开始画这个房檐 房檐呢 这个一定要考虑到透视关系 就是能看到房子的厚度的地方 画一下 看不见那个厚度的地方嘛 你就别画了啊 特别是 房那个屋脊那地方呢 你要画上那个厚度的话 那就透视就错误了 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因为我这个现在用千米都勾好了 勾好了就直接往上画就可以了啊 嗯 我从这个最左边这个房子开始画起 你看哪个地方看到雪的厚度啊 这个地方是房檐 这个是房檐 这个地方是厚度 那一层屋顶屋脊的地方 看不到雪的厚度的 血的厚度看不见的 所以应该画这个地方 不要画错了啊 嗯 现在 我有一同志 后患错误 就是这个地方画错了 这个千万千万注意啊 比让它干一点的 别硬的厉害 因为我现在打了千米稿 我就拿着这个千米那个印啊 就是开始画啊 先画这个第一层的雪的厚度 就是第一天落着这个雪的厚度 第一天雪的厚度 就沿着这个千米道 这么画就可以了 那千米现在要这么画啊 这是第一遍雪的厚度啊 一会儿再画第二遍 第三遍 你画的落了好几天雪了 对吧 比太干了 比太干了也不行 但是湿了也不行 湿了阴了 把这个形就没了 到这位置啊 到这个屋脊的正好交建 对吧 就可以了 这是这个房子的 这个房间的方言在这 你看到啊 这方言在这 从这开始画 方言 厚度 这个是 这个上面啊 这个上面看的厚度啊 断开的啊 这中间断开的 稍稍连一点 你可以 连一点就可以 断开 这个屋脊 这个雪的 那个线条啊 要画这个圆弧 圆的雪 因为啥 那个雪啊 它这个不是 不要吹 又愣脚的 它雪 下完雪以后 都是圆弧 像蛮都乱的 蛮都乱的 蛮都乱的 这个雪的厚度 这是这个本 在这个偏差的 偏差这个 也是雪的厚度 在这啊 从这开始放 那个雪的厚度 千万千万记得 不要把这个臭事 关于整错了 就在这儿就关事 在这一个 这个底下这个房子 这个底下房子 这个这个 这个底下这个房子 它是虚下来的 这个厚度就不用画了 虚下来的房子 这个底下 但是这个地方 看着深一点 就开拐角 从这开始 这个的话 有没有 你看着 现在来 一看 就开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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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 就开拐的 就开拐的 看着这个厚度 这个屋脊这儿 还有最后这个房子也是在这儿的厚度 我现在画的是第一层雪的厚度 你可以再画一层 再画一层第二层的时候 等它干了再画第二层 一会儿这画完前面基本就干了 那个画第二层的时候 把这个颜色再淡一点的 好了 你看 这个第一层这个雪的厚度就画完了 我再把这个里面我再添点水 添点水 更淡一点的颜色 现在这个可以画第二遍了 已经干了 把这个颜色添点水 原来那个颜色添点水 这水可以淡一点的 比这个更淡 也刮一刮水 水分不太大了 我再画第二遍 第二遍你可以第一遍 有一部分可以叠加起来 这个馒头型的状 也突出 再画第二遍 你看第二遍你看 跟第一遍有叠加一部分 这个血就够厚的了 这个血就够厚的了 这个挺厚的了 这就是心下的血了 所以它那个撒淡一点的 这就是化血厚 就这么化 这样化这个就很有质感呢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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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两层 你也可以 还可以画三层都可以啊 因为特别厚的话 像血厚那个车 特别厚的话 你可以再画一次 三层都可以 一般换两层就可以了 对吧 好 你看 这个血的厚 就很厚啊 嗯 画出来了 画了以后 现在我就用这个血厚画完了 我现在又用墨了啊 稍微浓一点的墨 这个墨又浓一点的 用那个小蓝蚝笔 小蓝蚝笔画 把这个 嗯 底下这个墙 靠这个墙 那个颜色 墨色呢 把这个 血呀 蹭透出来 蹭白啊 嗯 我这是小蓝蚝笔 这边是浓墨 这是浓墨了啊 你也可以墨里面 对点那个什么 呃 珠标啊 可以对点水 稍微淡一点的 浓墨就是 不是浇墨 嗯 浓墨 我这里有点水分 这里墨里有点水分 不要阴 因为啥 这个测干画那个 呃 呃 这个吹干 不吹干不行 这真阴了 这一画全阴了 这个 刚才画的那个血的厚度啊 这吹干它啊 这个刚才我一会画那个墙的时候 它是全移到那个血的厚度里去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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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了一下啊 现在拿下浪花笔 就开始画这个墙 啊 和翻盐 啊 先画这个底下这个 底下这个翻盐啊 底下翻盐就是 就是接着测干这个 我测干这个 画这个血的厚度 对不对 你开始画就可以 扭墨画出来 扭墨画出来 这个 这个防脚啊 拐脚这样吧 都有什么呢 都要画这圆弧的那形状 不要画的那个特别的 呃 楞脚 特别楞 因为啥这个下雪的时候 一雪一下吧 它就 不是那么特别特别楞的感觉 哦 屋脚那个 你也可以画个线条 但是线条画完以后呢 要把那个 往外擦过去 要要一个什么呢 呃 过渡过去啊 我也我也把线条也可以画出来 现在也可以画成线条 嗯 我说了就是这个这样的线条 一定要画成圆弧形 啊 这要画成那个 那个楞脚 特别那个 写 下完以后 风一吹一刮 你看 这是圆弧 这是圆弧 圆弧状 啊 这个 这个 转盖 啊 这个 后面那个 你可以 现在也可以 直接擦 你可以 沿着这个线 往外擦 沿着这个线条往外擦 擦着这个呢 侧风啊 呃 就是这个擦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啥呢 别擦着一度起 就是 不能给人感觉 这是个 是个铁丝为个穿的感觉 不要给那个感觉 嗯 一定要这个线条好 嗯 一定要这个线条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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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仓杂不齐啊,特别是上面外面那个边儿,跟着发盐这边是齐一点的,因为发盐这个比较齐 后面这是大树的影儿,后面是房后的一个树 我非常强调这个过渡啊,这个屋脊啊,上面这个线条不能留给人家一看啊,这是一条线 不能用后面那个面把这个线蹭出来,就像画素描,素描这个分界线的线呢,是用面蹭出来的 我把后面都画出来啊,一边都画,一切都画得了 这个靠过沿这个线条,这是齐的,上面不要齐,上面一会儿是,因为后面是树 我把这个线都画得了,就像画素描一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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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过轻描一样的,就像画素描一样的 nutrients 如果您能处理力,需要更多水桨 反正会有什么重新的 국민並关注そう���提 건� Score 这是侧风,让它扫 我这是小蓝蚝笔啊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上面这一圈画完了啊 从左边往右边画 把底下这一圈画出来 看 这边开始画这个防盐 从防盐往下来的时候 也要注意啥呢 不要画得特别特别奇 这个柱子 前脚上的柱子 流出来 从向往下画的时候 不要特别奇 就是屋檐下的阴影部分 这是一个窗 一个门 这个门啊 这个上面啊 这是一个窗户 这是个窗户啊 不对 这是个门 这是个窗户 看错了啊 这是个窗户 这是个窗户 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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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ine 押着 店 底下嘘的手笔 这个是一个窗户 窗户上面 还有一个党窗户的帘 从上往下画 从翻颜往下画 这有一个柱子 拐脚的地方这一个柱子 也是前脚拐脚这边一个角 所有这个防颜往下来 往下插的时候 上面是十笔 底下是虚的笔 到这个翻颜 也应该画出来 它这里面有点结构 这个墙的结构 这个结构好像是啥呢 好像是板子皮 比板皮加厚子的那个结构 你看有这么个结构 简单画下就可以了 这个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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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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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 插一插 但是有一个线条 这里有线条 线条要画出来 就结构的线条要画出来 房子结构的线条 这上面也是这样的啊 这上面 就是后面那个房子 把前面那个 这个这条线的 也是从后面那个房子那个墙 把它蹭出来 我现在画个虚一点的线条 通过后面的那个墙 山脚 这个山墙那个脚 人字架呀 或者是有点结构 把它蹭出来 这边脱了一个死墨 脱了死墨也不对了 这里也有结构 你看这有一个结构 像人字架的结构啊 或者是人字架 也立柱的结构啊 稍稍要画出一点来 记得就不要把这个脱成死墨 死墨就不对 这边画出来了啊 在这段画里这个房子这地方吧 其实是重头戏 稍稍稍稍稍稍稍一个难度一点 房子画好这个血的感觉就是出来了 这里面擦一擦 但是也有线条 你看有线条 有线条还要擦一擦 你擦出来啊 这擦出来就一体感就出来了啊 这还有一个窗户 窗户上面有一个打烟的板 这边也有一个窗户 这窗户稍稍微低了一点 画窗户画门都是线条啊 笔啊 上面的石下面的虚 上面石下面的虚啊 在这个前脚上得画个柱子 这前脚的一个柱子 这个翻牙 深一点 墨射温浓一点呢 铃射温一点 一点点画啊 这玩下来是擦 侧缝擦 上面的比上面的石 下面的须 这一擦这个 这个房子的立体感就出来了 立体感特强 是不是啊 这里有点结构 小小的结构 有立柱 要画出来 写个小横坯 这个基本下来 就是一个门了 门是 上面的石 下面的须 跟这荷材糕 差不多一样的 这一个对联 这两个画的比较慢一点的 仔细在那 这边也还有一个结构 拐甲的地方 这个结构 这个结构 这一个 这一个 看起来 这一个 一样的 看起来 这个 下面是底液化完就化水了 有个结构 这个底下这个片上的这个估计画出来 有个结构 把这个小结构画出来 先把这个结构画出来 这个有地方该擦就擦 这些小柱子小板条 好 柱子小部 这个小柱子小柱子是结构的 屋檐里边盖擦就擦 这一点比较复杂 再把这个小方框划上 小这个人的架 这个屋檐里有个线 这个线稍微画一下 稍微细一点 这里也有人字架结构 房的结构 这就把结构画上就可以了 你看这个人字架的凉 其他地方的就抹黑就行了 凸黑 好 就好了 再把这一块 这个方向头划完了 这个实际上是防炎 这个房子的一个血的厚度 这里面也有个结构 把结构也画出来 人字架的结构 小结构画出来 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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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擦一擦 这个小的擦一下就行了 这擦一个原子要就是上面部分的让它深一点的 因为它有阴影 阳光有阴影往下来 你看这有阴影 因为上面擦深一点的 但是背头都那样深 有一段险有一段深 也有变化 背头一个伞一个伞也不对 你看这个房子画得挺漂亮的 然后再把这个底下这一块了 把这个放盐 这个放盐 这个一点点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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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这个有个大门 也有个柱子 把这里画出来 也送屋檐往下擦 谢谢观看 这大门 这几个对凉 对凉横皮 对凉横皮 上面的石 下面的虚 对凉横皮 这有个短阶光的那个脸 红伞的帘 这上面没有写 扫掉了 红伞露出来了 这一块呢 这一块呢看见方巴 方巴的结构 看出来啊 把这个方巴结构 画出来 这船子 横条 对凉横皮 猪烟的底下也有点黑印 现在要粗一点的 我要擦擦这个啊 基本就完事了 这房子啊基本就画完了 所以今天这个地方是重头戏 画的比较慢 是不是啊 画的费的时间也长 还有两个小人我也得先画出来 一会儿揉完纸以后 这个小人吧就不好画了 因为揉完纸以后它就是高低不平了 小人也就这个龙默画吧 有三个人 一个哈腰的 这个哈的腰在这底下 还有一扫血声 扫血的感觉啊 穿着黄衣服 这边有黄色的画的啊 这个小孩 小孩说一个那个 小两个抓到揪 抓到揪啊 抓到揪啊 抓到揪 这个身子 秀的 就是一会儿用颜色画 把两个脚画上 两个腿画上就可以了 这是个大人 大人这个 发下一个长辫 脑袋 黑的啊 一个辫子下来 两个手 他这个手 现在算还那个衣服 手 现在算还那个衣服 小孩一会儿用那个颜色衣服 穿上衣服啊 现在带颜色的衣服就完事了 好 还有这个底下这个 木脊啊 基础 我用这个大白云的笔啊 用淡墨 稍稍勾一下就行 勾一点点那个 像基础那样的 它有点小台阶 那个 这个 嗯 淡墨啊 淡墨勾一下 淡墨勾一下 别的看不出来了 别的突然下雪了 不滑子了啊 我现在把这个衣服画上 把这个黄色的衣服 绿色的衣服 红色的衣服啊 黄色这个吧 不能用橙黄 橙黄条件太白 一点点就更了啊 这个不要太多 小孩也是黄色 小孩给他穿 我给小孩穿红衣服 显眼一点 太白 挑一点藤黄 挑一点藤黄 用大白云笔啊 这个笔呢 颜色让它干一点的 比它水分少一点的 太白挑藤黄 冬天的女影笔 肥大一点的啊 这还要扫血呢 两个手 有可能扫血 有可能玩血啊 这就不知道干啥了 是我要扫的 在这个小孩儿 小孩儿我有 我有指标的颜色啊 我鼻子洗一洗 让它穿红衣服 指标好看一点 显眼一点 她是真的吗 我会想给你 做了 她刚才是 因为她的 有一个 正面 小孩儿 就是 小孩儿 优优独特 小孩儿 有一个 小孩儿 是 小孩是炸着胳膊 红衣服 哦 红衣服 胳膊炸一炸 这小孩啊 这个大的衣服是蓝色的衣服 蓝色衣服用三绿 调点三绿啊 三绿调得太近了 染个色 调点三绿调得太近了 把这个大人的衣服换出来哦 穿着运营服吧 是肥肥大大的 别太瘦小的运营服 好了 自己完事了啊 再把这个房子干了 还没太干 我就吹一下子吧 吹一下子把这个散燃一下子啊 一定要吹干的 吹干的把这个翻盐 这颜色 燃一下 燃成这实散 是肥肥大小的 是肥肥膜撒 好了,比洗干净 就用这个大白云笔啊 可以了 调点褶食彩 好了,比洗干净 调点褶食彩 这个翻盐完下呀 现在就一个褶食彩染就可以了 不用跳褶磨了 那就不用了 褶食彩往下 从翻盐完下 往下染 就是磨的地方 用褶食彩盖一下就可以了 门就可以盖一下 这就是什么呢 就勾染了 就勾下墨线 然后上面石下面虚哦 就勾下墨线 就勾下墨线 钩墨线 钩墨线 浅上墨线 就勾下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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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纸置下渠线 按 水 就勾下墨线 料etch 干嘛 但是 甚不 我在瞧这笼的指标 把这个对联和这个 打阳光的那个窗户上面那个联 这地方都血都扫尽了 所以都没有血了 这红伞露出来了 这是横批 是对联 是对联 好了这个房子就说房子就化到这就结束了 现在我要吹干它 吹干它开始揉纸了 揉纸之前一定要吹干 不吹干就揉破了 把纸揉碎了 把纸揉完 把它搅拌一下 然后把纸揉破了 把纸揉破了 把纸揉破了 把它搅拌一下 揉破了 把纸揉破了 现在这个画的就这一点是有颜色的 还有我们这个画的一个大树 颜色 那这个就颜色了 其他的呢就都是 白了 白捷了 白捷矮矮 特别是反后这个 别砸啊 你就要留着三单不提啊 等一会儿就画的时候 有问题以后 有的画的时候就不散 连画的时候就提了就不好散了 不要再提 有的这个芡笔线条啊 可以擦掉了 房子上面啊 我打的芡笔线 这个雪的厚子的房子 这挺好看的啊 好 现在就进行下一步动作 非常关键动作 开始揉纸 揉纸这么揉 大家再看着点啊 我把这个镜头往上提一点 大家能看着拳也大 提高一点啊 提高一点 以前教过这个啊 再接着这个纸 从左往中间揉 从下往中间揉 揉 一定要注意 别揉碎了 揉碎了以后吧 就容易破了啊 这样子 往中间揉 往中间揉啊 再看着揉啊 再看着揉啊 开始轻一点的 揉远了以后呢 再重一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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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叫揉指法画 画冰雪 自己实际往里揉了 才揉面似的了 把揉出褶子来 褶子越多越好 越细越好 慢慢打开 慢慢打开 不能打破了 尽量别打破了 再接着揉 你看这边的褶子特别大 褶子特别大 大就不好 你要是 你可以局部的揉 哪里边的局部的大 你的揉呢 局部也可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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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 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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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揉 这个夹旋指比较厚 揉这个比较费劲 你要那个单旋指揉好揉 但是单旋指揉画这个品杰画也挺好画的 因为我这个画采墨上揉合法 一直是用夹旋指画 所以我就用夹旋指画了 因为单旋指画这个东景呢 可以用单旋也可以画 因为它染的这边少 特别是打开的时候一定要加小心打开 小心翼翼一点啊 别试破它 别把纸试破了 这时候你看到哪里面就是不好 这里面卡的就是大 你再接着揉 反复的揉啊 揉到位就好了 好 好 等等 嗯 无 Orleans 行 用这折子越多,画的效果越好 好了,基本差不多了 有的边可能揉破了,揉破了没关系 慢慢的给它摊开 摊开以后尽量手给它抹平它 但是这个你怎么抹它也不是很平了 因为揉成这个样的,像把把戒指似的 这个边有这个也抿不了,有这个活口子 你看这个都活,有活口子 慢慢的抹它,手抹它抹平了 我这个脚上还没揉到位,一会再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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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脚给我们揉到位,这个脚再揉一下 这个脚也要揉一下子啊 这就局部揉了 那里面揉的不太好 不太到位的 局部揉一揉 尽管能得给它展平 现在也要 这个吧 前来一喷水 它就老实了 就平了 石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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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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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蓝蚝皮 这个蓝蚝皮 我把它抹土一点 小蓝蚝 抹的比较土一点 小蓝蚝皮 用浓墨 先把这个台阶画出来 看着浓墨 这样能看清楚 在这开的画 浓墨 比断碟水泡开 断浓墨 这是浓墨 你刮一刮 放这个台阶的位置 台阶的位置 在这康复墨没关系 大约某的位置找不准他 这个中线 在这一根中线 这个中线 在第三个的这位置 三个 在第三个和第二个 一二第三个中间 把这个台阶画出来 这个小台阶 先把这个台阶的底下 撑出来 从这儿开始画 插 你看呢 侧风插 侧风插 把这个台阶的台面 是把那个面 给它画出来 是把那面 这个因为这个高低不平 画这个吧 的线条 有地方那个凹进去 那个 就画不到 就没有墨了 那个什么 那个 凸准那个 墨就比较深 墨比较深 就利用这个纸的特点 用侧风这么擦 你看侧风这么擦 你看它擦一下 擦这个就有血的感觉就出来了 血的感觉出来了 这个台阶 这个台阶 这是个大台阶 我再沾点墨 再沾点墨 你看 这个台阶这个边啊 看不清楚 你可以再用点浓的墨 那在它再描它一下 就清晰了 这样就清晰了 你看这块就清晰了 上枝以后 再往上去 错开一点 错开一点 这是那个 菜阶的厚度 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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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画第二个 第二个石板块 第二个石板块 在这位置 我给它挪 我挪过来 再沿着这块 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也是这么斜的过去 就斜过去 把这个地方 厚度啊 用侧风 擦它一下 擦它一下啊 侧风擦一下 你看 这个是开始画 第二个板块呢 第二个石板块啊 要比这个头一个 要扁一点 小一点 也远了吧 也远的感觉 小一点的感觉 你看小一点 窄一点吧 再往上去 再把这个 石板的厚度 再画出来 你看 这把石板的厚度 再画出来 就是两块石板 再画前面 再画一个 拐个弯过去 它是拐个弯过去 小石板 更窄一点的 更远一点的 更窄 更窄 你看 这个石板出来了 再画 这还有一个小石板 这个有个小不点的 上过来 你看这个这么小 擦一下 是把那厚度高度 擦出来 再往这边去 用比侧峰擦就可以了 侧峰擦 再换个小点 好了 这几块石板 太阶 画出来了 这个太阶 画出来了 几个厚度 你看 有地方要 重点要擦的 重点擦一擦 特别是这块 重点擦的 这完了 我就用 大的石板笔了 把这个山石勾出来了 大的石板笔 我先泡一下子 用浓墨 把这个大的这个山石勾出来 这个山石勾出来 也是先把这个山石的能够线勾一下 勾完以后呢 就开始那个 侧峰擦一擦就可以了 浓墨啊 这样浓墨 我先画右边的啊 看着吧 不用摸过来 这个墨 笔刮一刮 刮干一点的 水分别太大 先把这个山石的能够线画出来 这个山石的能够线你看在什么位置啊 在这个房子下来 因为这个我打的切笔稿啊 现在根本基本就看不见了 现在就重新画了啊 在这一格 横格的这位置还能看到一点 有个叶 嗯 这可以画啊 把这个山石的能够线画出来 从这石板这儿往上擦 侧峰擦 这是擦的这个山石了 这个有个块面 一个小块 块面分割一下 分割一下块面 从这个山石过来 这有个块面 有块面啊 大致块面 分割一下 分割完了以后 现在就真的是大致的分了啊 过去以后到上面去 走 走过来 这个平的 这个山石啊 就这样 现在这里面有个大的块面 我分割它一下啊 分割一下大的块面 你看看 分割完了以后 现在用笔 你看记得啊 侧峰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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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地方高低不平的 深奥进去的地方呢 它就擦不上这个墨 晾的地方就擦不上这个墨了 高的地方呢 高的地方的墨就擦得特别深 这花山石 这花的就是有血的感觉就画出来了 当然这个一定要有块面 你看这个一块有块面 这个从这往上擦 从这往上擦啊 这个台阶旁边 为了把台阶蹭住清楚 所以这个边要擦得深一点的 你看这个 就在这边擦得比较深啊 比较深 这个我和它分了一下块块面 这个分块的地方 你看这分块的地方啊 给它分开就可以了 这一小块 这一小块分开 你看 来一点小的 我手指都摁在这边啊 我这是重点要擦的地方 重点擦 这地方重点擦 你看重点擦 重点擦 嗯 过来 从上去 也完成擦 因为它这个 这个纸啊 揉得特别特别 碎了啊 就是这个 小细者 特别特别多 这一擦 效果特别好看 就有血的效果就出来了 这边擦深 它这个 这个是块面 分块 这边 我擦深一点 现在这里面 还有染 一染呢 块面就更清楚了 是块面 很容易 大腿 可以 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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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这块吧,你可以仿佛擦 仿佛擦,墨就剩了 这一块擦完了,你看擦完了 先把这个大的灯光线擦出来 再染着再说,现在不染 现在把这个大的灯光线擦出来 这个后面,后面这个也是往上擦 这个房子后面这个脚上,往上擦 一会儿这个还有个大松树 松树可以直接画,用笔画就可以 我猜看画这个房子这个地方 画的时候就是要留着参差不齐的 你看现在正好这参差不齐接上了 我放下这一点就吃 哦 这破了,轻点 好 把这个房后再蹭出来 浓墨 你再刮一刮 你再刮一刮 这个孤独本 晚上擦啊 晚上擦啊 晚上擦 跟刚才那个衔接好 好 好 这擦出来这个 这个房子啊 就更雪白就更白了 因为后面都蹭出来了 对吧 我把这个房子的主要好 把这个房子 据我放了 这边 先据好 我反過说啊 一定有ㄧㄧchte好 这后面是个树 后面是个树 我再筑起那个树形 我再整理 现在不整理 把这个就要这儿了 搁这儿了 一会儿整理后面的树形 我现在重点 把这个底下 这个前面的这个山石 给它蹭出来 尽量的压平 但是现在压平是很难很难的 压过平的都 这个要是在墙上画 用那个磁铁呀 就好办了 一细 磁铁一细就平了 但这个现在在台面的话 这个有点费劲 我现在把这一块 这一块呢 就是那个 现在这个人底下这块吧 有一个板杖子 板杖子呢 就是那个围墙啊 我先用小的蓝牙笔 先用蓝牙笔 把那个围墙先画出来 为了找一下子啊 就是在这个人下面过来 下面这个人这条线 这个人这个线 往下来啊 就在这位的 有个小板杖子 小板杖子 这是个树 这边是个树 不用管的 这个在这位置 我找了比较准确的位置 在这位置画一个 小板杖 先把这个横蹭 横地画出来 再把这个立在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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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这儿过来 所以有一个板杖子 在这儿啊 在这个人底下 这位置啊 粗一点的树的线条 我这用小笔画的 所以这个线条 画的比较实的啊 再画两个啊 我那时候把这个 这个三十六线线的 再勾它一下 上十六线线 在这个位置上来 大致地勾一下子啊 这个第一格的树格 这个树格 我现在还能看到 这树格在这儿呢 树格在这儿 这个树格在下来 这二分之一 这个是三分之一位置 就在这儿 三分之一格在这儿啊 这样能看到 看着点影啊 看这个我们就快上去 因为现在这个山石 也是无所谓 大一点小一点都无所谓 把这个山石画出来的啊 这个山石能够线 我就大致勾到这儿 后来底下也有那个 分个块 分个块面 块面啊 块面稍微分一下 稍稍地分一下 块面就可以 好 我现在就是用大的十环笔 就像画这个右边的一样的啊 给压实点 我把这个底下再擦出来 侧风擦 这个边吧 从上往下擦 你要从下往上擦呢 用把纸擦破了 这边都擦到头了啊 擦到纸的边呢 一直擦到这个左下角啊 看着看着啊 左下角一直擦到左下角 刚才肉质是个 肉质是个 这边有点转进来的 转进来给它 给它转平它啊 特别这一块 要把这个石头道要蹭出来 这边这个木要浓一点的 把这个台阶擦出来 我这到底木质木不够了 废墨了啊 我是用的纸是夹旋纸 夹旋纸 我用的是夹旋纸 放了什么 放什么 像个狗 什么 像个狗 人像个狗啊 像狗 是人不是狗啊 说黄油是人少血呢 在对血 歪血玩 歪血呢 上身肠了哈 上身肠对 骑行 哈腰了吗 这块加深 用浓墨 我画上狗 你们可不可以画上狗 烧血 烧血呢 在弯血呢 测封扫 这个测封扫 这一块 测封扫 特别是有分界线 这个我测看这个有能够分界线 就把分界线强调一下 你看分界线强调一下 嗯 把带子也强调一下 把带子又太细了 可以再粗一点 擦啊 像狗 像狗 这个分界线 这个分界线地方要用浓墨深一点的擦它一下 其他地方前一点擦 后面是树 这个树 后面是树 这个树 后面树先把这个大树 大树的树根 树的根部 我要擦一下 擦着来 就这儿 这树根 在哪个位置呢 在这一格 这一格 你到这位置 到这个格 这个位置 我擦一下 这个边我只破了啊 擦着最小 要加小金 这就是 把树的根部啊 这就是 不错 擦的浓一点,就跟那个点子比点树一样 到这个树,树根到这儿,到这个三分之一,这个从这儿开始 这是一棵树,两棵树 在中间这是两棵树,这里又是一棵树 我先把这棵树画出来吧 擦这个比要干一点的,别太湿了 这一块,这一块是一棵树 该浅的浅,树的根部可以撒深一点 这个发展头,这是一棵树 轻轻擦一下,到这儿 把这个树形了,这就找树形了啊 我这个,其实我这个教训是啥呢? 我这个鉴笔啊,打得太浅了,所以这肉指都看不见了 你画的鉴笔,线条会深一点 现在我就,我等于是从画了 从你搭那个,能过线啊,搭那个线啊,搭那个线 我等于是把这个树的能过线勾着啊 跟这个防盐差不多齐 把这个勾一下子,能过线啊 把这个树勾出来 这个树勾出来了啊 我现在大致的勾一个树 后面的树我也勾出来了 勾着一个好擦 这一个小树 这个小树啊 我进入大致勾 在这个防头这上面 这个小树 后面还有一个树 不到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的位置,我看找二分之一的位置 这条线看,它是能看见的啊 二分之一,真的看见的 在这儿 用尺鼻子那儿了 这再来个线条 我把这个 树的形 大致的形 画出来啊 往上去一点 超过二分之一啊 超过二分之一 没写到这儿 超过二分之一写 过来 好了 这七块树的位置画出来了 还有这后面这个树 后面树 这个是二分之一 先把这个树画完了啊 一颗一颗的画了 擦一下 擦一下 这就是擦了 把这个树的形 要擦这个层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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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这个擦 擦完以后把这个树干画出来 这个树干吧 就是要那个什么呢 要下面了 哪个地方是深 哪个地方浅 诶 多点啊 这么快啊 还没画完 嗯 多点不画了 这么快啊 多点 多点把这个擦出来啊 所以画好深 这个擦出来 这个擦出来 大致留树 现在擦出来啊 这个树干 树干要下面了 哪里边留个树干 留白树干 留这个黑的树干 画了个深的树干 嗯 那这个再在这个 嗯 下两口画了啊 下两口画 下两口画 一下 叉 Invested 今天演的手画 哈哈哈 刚才你说的是宣纸 不是宣纸 他刚才说是宣纸 是宣纸啊 是宣纸啊 是夹的啊 我说过了夹旋指 说了 我忘了说 说了 跟你说了 夹旋 旋指 我这个旋指比较厚 我说了这个旋指比较厚 你这个要单旋指揉的话 那好揉一点 刚才说过了 没听亲子回来 我没有说明白 夹旋 画这个采摩上的画 我都是用夹旋 好 今天就把这一块就画到这 今天重点的问题 就把这个房子画出来的 下单一块接着画 这都是浓墨 我都是浓墨 还有啥问题 没有 这刚才也没问题 没啥问题了 那就到这 这段课就到这 再见 下周再见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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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